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QQQ出现了双斜波 可上可下 这种情况在牛熊争夺激烈的过程中 经常会走出一个收敛三角形 下周一可能还会继续这种走势 我们要密切注意 接近收敛趋势线可能出现的突破走势 由于这两边看涨看跌斜波的反转区都不远 突破收敛三角形后不久 将再次反转 那时可能会有较大的行情 比特币 比特币一小时图 一小时斜波完成后 已经到达T3 再看一下四小时图 我们可以看到 42384是上个斜波的T3位置 也是上次大跌时的颈线位置 如果是底部的杯柄形态的话 还需要做一个小的柄的形态 然后突破站上42384后下个目标是 44186 47979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斜波分析 PSLA 日图 蝙蝠斜波完成后 在第一目标位得到多重支撑 下一个目标位813.76 止损可以设在T1 641.55 SQ 4小时蝙蝠斜波C点 已经确认反转 可以逢高做空 目标234-230区间 PINS 4小时图 季报前已经在完成两个斜波后 形成第三个斜波 季报后大跌 完成CD段 目前已进入反转区 并有反转迹象 可以尝试在59.20以上介入 目标66.25 中概股在大跌后 很多股票走出了看跌斜波 有的已经在C点反转 有的还没有探明 我们看一下 ZH 知乎 一小时图连续斜波 下周关注76.8%和88.6%位置可能的反转 目标11.40 至12.02区间 WB 微博 一小时加力斜波已经确认反转 上行目标58.99 至60.41区间 BYMD BYMD Beyond Meat 一小时边幅斜波 C点上周五收盘前 到达AB 88.6%位置 有反转迹象 下周关注是否就此反转 目标131.62 至133.23区间 ETSY FC 一小时斜波进入反转区 反转区在183.67 至184.77之间 向上走出反转区做多 目标193.63 跌破反转区做空 目标175.57 CYBR CyberArc 一小时斜波C点可能已经反转 跌破140.73 可以看空置反转36至132区间 好了 以上是斜波哥今天的节目 对斜波策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 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们 请不要忘记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